金牌大間諜 有一天他在家裡 不小心腳去踢到那個桌角 他就用了那條萬用的藥膏 插上去之後 自己還用OK棒把它纏起來 過了一個禮拜 那個傷口 後來一把他打開那個 後來那個東西被截止 這號稱叫 他們為了講個效果 這些面膜裡面都含有類估 他去草藥店買這個 俗稱的 它是一個相當具有這種毒性的藥材 如果出酒 它可能會造成我們肌肉的虛爛 他就以為這個可以治療筋骨痠痛 曾經有一個患者 長骨刺 那膝蓋他說要開刀 他是一個相當喜歡運動的人 你就是整個肺部 對 首先歡迎今天與我們討論 用藥為基相關問題的 金牌聯合醫師團 以及四位陪診團 前不久在節目裡面 我們提到了台灣人愛吃藥 非常愛 特別是止痛藥 胃藥 還有感冒藥 鐵布拉 嘿 找我 老大 考妳看經濟的一顆止痛藥 在身體會殘留多久 五年嘛 老大 妳以為只有妳有認乾爹 乾哥哥 乾姐姐我也有認 五年 對吧 作弊 沒有 妳一定有看到答案 沒有 我是每天錄完回家還寫筆記 真的 我都要寫筆記 不要假 真的 到高山上要吃什麼 吃 高山高麗菜 不對 是威而鋼 妳看妳沒做筆記吧 為什麼要吃威而鋼 那個太高了 呼吸呼不過來 吃威而鋼 促進血液循環 急診室的威醫師 她說對了沒有 不能亂吃 不能亂 那高山上是不是要吃 那個是要高山症的時候 高山的時候 對 不是每個人都應該戴的 要看用途 只要攜帶著 妳的用途是什麼 妳的用最高山的時候要吃 吃的 平常認真聽 基本上在避藥的時候就能救妳一命 吃藥用藥不能不小心 小辣情報員 今天帶來的第一個情報是什麼 是 今天第一個情報 你們有沒有發現 你看台灣人真的很愛亂吃藥 買藥 甚至屯藥 連藥都可以當禮物 我發現呢 很多人都很愛買那種 皮膚藥膏來當禮物 但是皮膚藥膏只有紅藥能擦嗎 連燙傷都能擦 這種藥膏一條用到 皮膚藥膏一條擦透透 當心皮膚萎縮九招化 九招化 是這樣嗎 皮膚科 未掉美醫師 是 其實剛才提到一些皮膚科的用藥 其實大部分人家裡準備一些 常備的皮膚科的藥膏在所難免 我自己也會準備一些 只不過重點在於說 你要知道它的成分還有它的用法 我這邊就分享一個案例 有一個70歲的阿嬤 她本身其實有高血壓 所以她大部分到家裡附近的 心上科診所 她長期處方簽 高血壓的用藥 不過有一次她身上長了一個濕疹 阿嬤她也買了各式各樣的乳液來擦 可是一直就是都擦得不會好 因此她也跟附近的診所的醫師 跟她提了這件事情 醫師當然也很熱心 就開給她一個藥膏給她擦 這個阿嬤一擦 擦這個藥膏 所以阿嬤就非常開心 神秀 對 她覺得這個藥膏非常好 立馬到隔壁的藥局再買個五六條 買了半斤 對 存貨 所以有時候就買了半斤 回來繼續擦對不對 買回去放她的百寶箱裡面 預備不時之需 沒錯 過了不久之後 她的女兒 臉上也開始長了一些濕疹 她沒有時間看病 所以說阿嬤就想到說 其實我那個藥膏效果非常好 妳要不要拿去用 對 結果她女兒真的就把她拿來用了 一用一下 真的 她那個臉上的紅疹 馬上都退了很多了 她要持續用 持續用 結果效果很好 用了三個月 結果呢 用完三個月之後她的臉 就變成這樣子了 妳寫小血管增生啊 對 可是在看就是長枕子啊不是嗎 其實它裡面的那個 很多小血絲 是血管增生了 真的 血管增生 對 皮膚又變薄了 對 後來疑問之下才知道說 阿嬤拿的那個藥膏是一個 淚固醇常常擦太久的話 皮膚會變厚 變薄 下面的血管是會跑出來 這是她的一個副作用之中 其中之一的 強效的淚固醇其實是可以用的 只是以身體為主 臉上其實不建議用 那麼強效的淚固醇的 其實藥膏不只有強弱之分 它有分皮膚的 不一樣 如果以皮膚的吸收力來講 身體的吸收力 如果說是一個基本的單位的話 臉因為皮膚比較薄 它的吸收力可以高達 例如說其他的像是一些 屬膝部或是男女的一個生殖器官 吸收力可以到達 所以等於說你擦一條藥膏 就等於別人擦十條了 所以有人泡藥酒就是因為這樣 哪個部分是泡藥酒 泡進去嗎 你幹嘛臉突然皺起來 有 這個秘書官說 你不要嚇人的 哪個部分拿去泡藥酒 就是拿到最脆弱的部分 吸收最快的部分去泡藥酒 真的假的 好啦 我想先不著急 你太急的分享一些江湖上的東西 好 他是江湖 除了他使用部位的不同差異性之外 使用類固醇的藥膏 竟然還有節肢的風險 節肢 對 其實這是我遇到一個 糖尿病的婆婆 這個婆婆很可愛 她在家裡祖傳而已 也不叫祖傳 就是她用非常久的一條藥膏 那 她任何醫生雜診都用這個藥膏 例如說 她住山上 她的孫子其實假日都 她家的那個晚輩都會帶去看她 因為在山裡面玩 她其實會被蚊蟲叮咬 對 所以只要出現蚊蟲叮咬 紅腫 疹子 癢 她全部用她的藥膏 而且效果非常的好 有一天她在家裡 不小心腳去踢到那個桌腳 那指甲就稍微掀起來 有造成傷口 其實有流血 她就用了那條萬用藥膏 擦上去之後 自己還用OK棒把它纏起來 那她纏起來之後 其實就不理她了 過了一個禮拜 她的孫子再去看她的時候 奇怪 那個傷口不只是沒有好 而且已經 所以她的整隻腳已經腫起來 已經紅了 她問說 媽妳不會痛嗎 她就沒有感覺 因為她糖尿病 其實她的那個指甲受傷了 腫起來她居然都沒有感覺 後來她的那個兒女 就把她帶到我們急診室來 後來一把她打開 那個整隻腳腫起來已經 而且她的那個 指甲受傷的地方 其實已經有點點壞死了 她就是有一個感染源在那個地方 所以 後來那個 那個東西被截止掉 整個腳掌嗎 後來我們就在分析說 它到底抹了什麼樣神奇的藥膏 會有造成這樣子的結果 結果藥膏拿來一看 它那個上面的字跡 完全本來想說要分析它是什麼成分 可是那個外觀 已經完全看不清楚了 對 還有一個問題 那個藥膏 它已經打開非常久了 所以它搞不好 它其實有一些感染 它本身就已經污染了 所以我們才去猜測說 蚊蟲叮咬它會有效 過敏發癌會有效 也許那個藥膏它本身有淚固醇 那個婆婆造成傷口之後 其實會有一些感染的問題 因為你又用了淚固醇 去抑制你局部的免疫 就造成那個感染越來越嚴重 這加上它糖尿病 它其實完全都沒有知覺 也不太會有感覺 所以就越來越嚴重 藥膏表面上寫了一些所謂的 內含成分 對 它會造實寫嗎 寫了你不見得看得懂 它跟你講什麼什麼龍 你也不知道那個龍是什麼東西 有些你是在國外買的 有一些人拿了藥膏的時候 他不是用手去抹 用手去抹 已經把藥膏會汙染 它是用藥膏直接插在傷口上 直接在傷口 以為甚至傷口 直接這樣塗有沒有 拿藥膏這樣 這樣就沙拉一點 對 這個問題是 這個 這個氈 它在上面如果不清 或者是清得不夠徹底 它一定有細菌的嘛 對 手上都有細菌 不要受傷口 它一定有細菌的 直接封起來 下次再用 它就會自身細菌嘛 對 沒錯 不過我跟你講 它那個還不是最慘的 我有一個病人 尿毒症病人 它有一個樓管 用一個洗腎 是 那洗腎那個樓管 因為它常常要穿刺 穿刺拔下來之後都要貼膠帶 是 貼久的時候它就癢 那也就是他女兒就拿了一個 藥膏給它塗 叫筋 這個癢的支藥膏很有效 它應該塗了 塗下去之後 兩天之後這個病人 在家裡突然就 那 昏過去之後送到急診室來 後來檢查學就是說是敗血症 我們查 敗血症從哪裡進去的細菌查半天 都查不到 到最後發現說那個心臟的瓣膜 後來那個瓣膜壞掉之後 為了這件事情 心臟就開了一個大刀 人沒有死 我們這個血管它直接通心臟 尿病症的樓管通心臟 你在這個癢的傷口上 你給它擦肋骨唇 那就完全這個地方就沒有免疫力了 所以細菌進去之後 就直接跑到心臟上 注上去 造成一個敗血症 最後還換棒了 這應該不是每個人都會這樣子吧 應該不會吧 不一定吧 沒有 其實就給大家一個教訓 像血管這種重要的地方 要擦什麼東西你真的要問醫生 因為那個地方一感染 事情就會變得很嚴重 你看 如果他當天來不及去急診室 血壓掉下來在家裡走了就走了 他真的很會嚇人 很會嚇人 沒有 因為我們腎臟科他們都重病 腎臟科每次他在跟他分享案例什麼 我們都覺得 生命提供大家都會很脆弱 隨時就會走 隨時就會走 隨時 真的 來 陪伴團先來好不好 我們先告一段落 目前已經聽了三位了 聽完他們的說法 萬用藥膏都有吧 家裡面 因為很好擦 很好用的萬用藥膏 因為擦了導致身體不舒服的經驗有沒有 我的經驗是我媽媽 我覺得那種媽媽貝的很會去找一些 奇怪怪怪的藥膏來護 我媽有一次她騎摩托車 就不小心那個搬沒有搬好 她的腳骨有點掰到 她以為只是扭到 她一回家就拿出那個 珍藏已久那個紅色粉狀的藥膏 還叫我調米酒 這樣自己撕調的那種藥膏 紅色粉狀 像那種鄉下流傳 像很厲害的東西 狗一狗 狗一天沒有事 狗第二天開始 狗到第三天我說 媽 妳這樣不對 妳已經整個是腫起來了妳知道嗎 我叫她去看醫生 她說不對啊 那孔太太說那天就是會 應該就是要會好 會什麼的 她死不去看醫生 後來我媽去看醫生妳知道嗎 她如果再晚一點來的話 那個基本上已經發現 她其實是 她被壓到的時候 她以為只是扭傷 她不只是扭到 對 她是已經骨頭是裂掉了 後來我媽半年的時間 每天都裹著那個石膏 但可怕的是 後來她腳那一塊是紅紅的 因為她好像色素沉澱 因為她狗了三天 狗太久 妳知道嗎 來 宜露 我的話我是自己 然後我有朋友 親戚朋友 送了我們一盒 這是 冰蟲養 DW 抹到 吻蟲養廂 對 明白 說燙傷的時候 Angel 因為我做菜常常會燙傷 就 後來我就有時候坐在燙傷後 我家人就會說 那妳要擦那個藥膏嗎 我說應該要先沖水吧 而不是直接把藥膏蓋上去吧 對 所以我都會先一直沖水 沖到真的還OK以後 我才會再塗那個藥膏 我覺得塗那個藥膏 因為我不是那麼敢塗 所以我就塗的是比較薄薄的一層 塗一個是要給 長輩交代的一個心理作用的 對 我覺得還是基本的要先做好 來 裴裴 來 請 我以前高中的時候去補習班 我們晚上都會在補習班吃 補習班都會有那個煮飯的伯伯這樣 因為我就上體育課的時候 我就在這邊被咬了一個蟲 可是因為我就這樣一直抓 因為實在太陽我就抓到很用力 一直抓一直抓 就後來我們去拿便當的時候 那個同學就故意鬧說快點 那個伯伯他腳受傷了 發拉穿了萬用藥膏之後呢 他就這樣 他真的假裝這是我的腳 他就這樣子 來 這個要溫溫熱熱的 來 你就這樣子 其實他就咬 蚊子咬就這樣一小盒點 這樣溫溫 什麼概念 對 溫溫熱熱的 就 好痛喔 怎麼會刺刺的 妹妹就說 他正在消毒 你知道嗎 就是有戲劇 對 就是有的遊戲 沒有 什麼沒有 回到家的時候 我就看他已經整片都這樣子 泛紅了 我就一直在那邊哀哀叫 我爸媽就想說 好啦 隔天就帶我去看皮膚科 結果醫生說這邊都 他說 原本其實只是那個小小的蚊子藥 你可能擦一點藥就好 可是現在整片都過敏了 就不能擦藥了 你就乾脆讓它自己好 他就說可是你要回去觀察 你就要小心 它變成蜂蜜性組織炎 因為現在也不能擦藥了 所以我想說 只是一個小蚊子藥 怎麼搞成這樣子很嚴重 藥膏不能亂擦 也不能亂買 問題是我們到日本旅遊 民眾一定會到藥妝店 他的藥妝店非常好逛 真的 他的藥妝店比周年慶了 百貨公司還好逛 我們習慣把日本的藥妝 當著保養品來買 而且當著禮物來虧證 對 到外通通都有 藏著哪些 妳不知道的禁藥危機 我們從藥技師來 高醫師 其實民眾最喜歡到日本買東西 一年到日本大概400萬人吃 平均一個人 大概都買10條到20條 所以每一年進來藥膏 對 事實上這樣子 到日本去買藥膏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說 其實日本的那個 他們的住店員都非常的有良心 他會跟你就是叮嚀一件事 他說得很清楚 對 但是因為他是講日文 然後就喔喔喔 他也就也賣 他說得很清楚 可是你聽不懂日文 對 你就也賣給他 但是大家如果可以保護自己 就是說日本字很不錯 就是有些字跟中文是一樣的 如果你看到它上面 有寫詩疹兩個字 有寫詩疹的 就一定是有類固醇 那這種就不能買回來給自己用 只能買給看 所以就建議大家說 在買的時候 真的不要買類固醇的藥膏回來 因為在使用上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日本的藥品 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台灣人不太曉得 就是說 日本他們在藥的 它有基礎版跟升級版 有沒有 日本人在買的時候 他如果小病他不會去買 或者是什麼AD 有一種藥膏AD有沒有 對 有沒有人知道AD AD是什麼意思 很平衡 AD很平衡 AD它的意思是 是升級的意思 升級版 最強的 都一定要買這個 但是在日本他們都會從基礎 他如果小病或不嚴重 他會買一些比較基礎的東西 為什麼 這個差異很大嗎 代表我們台灣人的體質比較好 我們都最強的 有一些藥品大家要誤會 你在台灣用得不錯 你知道日本你也買一樣 可是像譬如說某一個藥膏 就是四個字的 頭上戴個帽子 那個牌子 它在台灣的藥膏 是沒有那個類固醇的 對 它成分不同 你不曉得的時候呢 你就在台灣用得不錯 你到日本也買 它就有類固醇這樣 所以其實大家在買東西 要非常小心 而且其實現在日本跟台灣 其實很多藥妝店都來台灣 所以大家其實不需要到日本去賣 你在台灣有台灣的這個藥師 可以跟你解釋 知道這個怎麼使用 我嚇到 因為那個 我爸常常把那個四個字 拿來當護手霜 不行 這你要看 台灣的可以 台灣就是你要注意 你不要買到AD版 除了去日本買藥妝要注意 別把藥品當作保養品在用之外 國人出國購買藥妝 還有什麼需要注意的 現在大部分很喜歡的就是 上網買東西 這也是一個 因為現在你知道 很多的購物網非常發達 等於說你可以買到全世界 各樣各樣的東西 我分享一個案例就是說 有一個就是 大陸的一個新娘 她已經嫁來台灣 大概已經十多年了 她來我們診所來的話 是諮詢她的臉上的斑點 跟暗沉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跟她稍微 溝通一下 了解之後 她後來覺得可能價格比較貴 她就回去了 她就想做 可是後來 半年 大概半年之後她又回來了 結果她回來之後 她的臉突然變成這樣 給大家看一下照片 這個是過敏啊 對 她的臉突然變成這樣 變得又紅又癢 會刺痛 這時候就很奇怪了 我們想說奇怪了 為什麼臉突然間變成這樣 她說她最近去用了一個 那是她朋友介紹的 從大陸幫她快遞過來一個面膜 號稱叫美白的面膜 後來才知道說這個大陸 很多的這個面膜工廠 都是一些地下工廠 他們為了講求效果 這些面膜裡面都含有類固醇 結果她不知道 那她會拿來用 知道就知道 其實類固醇有點像是美股仙丹 其實你只要把 裡面想要類固醇 放到面膜裡面的話 你一敷 什麼紅腫 什麼藥 都不見了 而且又有美白的效果 事實上一開始真的會有這種誤會 但事實上你 一用完之後你會越來越喜歡 那些越來越嚴重 比如說你 依賴它 你不用反而更嚴重 所以大家其實在網路上作物 也要非常小心 有些來路不明的東西的話 還是要小心一點不要亂買 小號情報員 接下來帶來另外一種藥的情報 接下來這個情報呢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會有 你們知道嗎 現代有兩種東西不離身 我猜猜猜看 第一個是手機對不對 再來一個就是酸痛藥部 我們常常就像這邊酸 那邊酸 東貼西貼 酸痛藥部它本身沒有錯 錯就錯在我們常常為了省錢對不對 通常都寫說要貼六個小時 但我們都貼了七七四十九天 能黏就四十去年 所以它的問題就在於 鑽碰貼布貼過頭 當心盛衰竭還會猝死 小辣情報員 誇張 你不要學我乾爹 浮誇嗎 來 聽過的幾種 有聽過 沒有人聽過 你是哪裡來的消息 你的那個乾爹 又是你乾爹難怪誇張 我告訴你 我情報從乾爹 我情報從乾爹了 離他遠一點 沒有 沒有 過度使用指痛貼片 老翁因小失大 我們警告他說不能吃指痛藥 然後他就拿來貼風學 他的基酸桿從本來2.7 一直跳到6 算高 就算 老闆哥我貼了一排的那個 指痛藥的藥部 所以大概是從那邊吸收進去的 金牌大間諜 我告訴你 我情報從乾爹好了 離他遠一點 一小塊東西 劑量也不大應該也好吧 雙重貼布竟然會貼出這個問題嗎 我們先聽幾等科怎麼說 來 位子 其實我們這個貼布 我們筋皮吸收 它真的穿受到血液裡面的機會 非常低 就是說它不會說到這麼大量中毒 你會中毒一定就是你的使用錯誤 全世界你用外用的那種藥部 真的造成中毒 死亡或嚴重病發生的個案 非常少 通常就是本身皮膚就有問題 沒聽過 因為皮膚有問題 對 本身皮膚就有肢體免疫的問題 或是本身皮膚就有一些 因為疾病造成的破損 像以榆腺或是乾癩等等 去用的這些外用才會去中毒 第一例這麼嚴重 大概就在2007年的 一個美國的一個田徑玄壽 他有一個習慣 他其實在做運動 在做活動訓練的時候 他習慣貼很多的酸痛鐵布在身上 因為他覺得這樣子 才能夠更持續的做訓練 而且他還口服這些消炎止痛藥 所以他就是內用又外服 有一天他其實在家裡有個派對 他就當天在家裡猝死 後來送到醫院裡面去之後發現 他有很嚴重的酸血症 所以大家後來再去推敲 他其實就是因為用了 這些外用的那個鐵布之後 他可能去做一些活動 再講他內服 其實大量的從皮膚吸收 對 才導致他這麼嚴重的中毒這樣子 那個是吸收過多嗎 還是一時間吸收大量 其實他應該是長期這樣子使用 已經慢性中毒 因為據他的家人說 他在猝死的那個兩個月前 其實他有出現一些 他會覺得喘不舒服的症狀 其實我們水洋酸中毒 他比較常見 一開始你會覺得耳迷 有的甚至體力喪失 甚至一些腸胃的症狀 水洋酸是不是很像美白用的 有 也可以 他可以去角質 對 所以我遇過一對姐妹花 他其實就是拿這個水洋酸 是後來我們才知道他是水洋酸 因為他一開始 兩個被送到急診室是因為喘 很像過度換氣這樣子 一對姐妹一起被送進來 對 一起被送進來 那時候通常會這種集體的 一定是一起做了什麼事情 才會這樣子 後來我們幫他做一些檢查 發現他的血液的酸血症 他血液非常的酸 顯然有一些中毒的症狀 後來去問他們就拿了 他們就是擦了這個藥膏 而且這個藥膏所有美白效果 他們兩個就全身擦 擦了一個禮拜之後 兩個都中毒到急診室 還好他說了一個很關鍵的症狀 就是他們兩個都會 所以身為醫療界的 福爾摩斯的急診醫師 其實 來 妳發現那是水洋專長的名字 妳這次的 妳這次的形容詞是什麼 猜頭很長 醫療界急診室的福爾摩斯 後來這兩個檢查很幸運 就是我們變成他這個毒手去洗腎 他們住院洗腎洗了很多次 都把這個水洋酸給代謝掉之後 對 才痊癒 不然兩個已經是嚴重的中毒 所以真的有可能會心腎衰竭 所以你使用方法不對 使用方法不對 或者是你根本不知道成分 你其實真的要小心用 對 妳有遇過腎衰竭的案例 因為我們的病人 通常來看我們人 都是帶著某一個程度的腎不能不全 他不見得有腎 嚴重到腎衰竭的那個程度 可是腎不能不全的人 其實他代謝這些藥物的能力 第一個就減弱 第二個問題是 他對於止痛劑會非常敏感 所以正常人你說貼布 貼個三四片 大概也不會怎麼樣 因為老培高高你知道嗎 大概就滲進去就很困難 可是又有一個問題 老人家的皮會變薄 所以我們那個老人家他就是這樣 他就是因為痠痛 我們警告他說不能吃止痛藥 他就拿來貼 貼了一個不夠好就繼續貼 貼了三四片 後來回到門診來看抽血 他的基酸肝從本來2點幾 一次跳到6 算高 就算 從2到6這個就急性腎衰竭 我們就去徹查他到底吃了什麼東西 我們一直怪說他是不是偷吃 什麼 任何的藥物 草藥 偏方什麼 結果他都沒有 後來才在病房裡面 因為要換病人的符 所以就換上病人符才發現 貼了一排的那個止痛藥 的藥布 所以大概是從那邊吸收進去的 而且可能是因為年紀大了 皮薄之後 才產生那麼高的吸收所有 但是越老對藥物的需求又越高 所以這種事情就很可能發生 對 他對藥物的忍受度又差 因為腎臟功能不好的人 他排藥排得很慢 那是 那倒是 不要想看小小的貼布 如果同時有其他的病症 或是你比較虛弱的情況之下 良藥也沒辦法救命 反而還可能變成致命的毒藥 剛剛那個高山鳳有提到說 老人家他的病痛很多 其中有個病痛幾乎很多老人都有 退化性關節炎 很多退化性關節炎 它的一個治療 尤其大家聽過什麼PRP 玻尿酸 它其實都是相對比較高價的東西 或是你要做膝關節患質比較高價 所以很多老人家 他第一件事情就會開始貼貼布 我印象很深有一個阿嬤 他到醫院看診的是 因為他已經一個禮拜 來醫院的時候其實就是抽 我們剛剛教醫師講 那個基幹酸的指數 他本來之前有過那個紀錄 他其實是算健康的 就是健康人大概1以內 差不多就是健康的 他只有0.5 他就突然的變到2.3 其實這個在一個時間內的話 它還是屬於所謂的極性肾衰竭 那個時候我們就是 像剛剛薑醫師講 我們其實都一定會問的是 有些人會吃來路不明的一些藥物 我們就一定會問 阿嬤都堅持沒有 他在講的時候 同時我們會做一些那種水腫的檢查 所以我就把他的腳 這個往上開始按 看他的水腫到什麼地方 一拉到膝蓋的時候 你就看他膝蓋環狀 那個時候其實細問就是 他以前的時候 他就是接觸到這種事 其實是醫院方 我們可以開的一種藥膏 這種藥膏裡頭 其實含有這叫NSAT的成分 它是非類固醇的 消炎止痛藥的成分 而且它的劑量是 讓你有真正治療效果 它不像我們在外面 貼的一些酸痛藥膏 是辣椒素 或者是一些有涼的成分 它是有一點藥物成分 那一開始貼了不錯 它就開始到處去地方 收集這種藥部 所以就常常 就是每一天都貼著兩排 確實是我們真的在臨床上 尤其我們去居家看病人 很多病人 阿公 阿嬤 很多會被抱怨家暴 為什麼 因為家裡有很多 那個手腳有瘀青 其實有時候並不是真的是 這個它有出問題 而是因為老人家皮膚比較薄 所以就很容易會產生瘀青 相反的皮膚薄就容易吸收 所以後來我們回推 其實這個阿嬤她的這個 這個腎上衰竭 真的就可能跟這個貼布有關 但是很尷尬 我回去 下次回來她一樣照貼 因為她還是腳很痛 她痛到不行 所以她還是常常會貼貼布 我今天整個的 痠痛的程度非常嚴重 妳叫我不能貼痠痛貼布 妳要我怎麼做 我寧願 我的經驗上 像這樣的病人 你處著不換關節 想用其他方法解決 吃了止痛藥 自用貼布 搞不好後來腎臟壞掉了 關節還在痛 還在換 對不對 那何不剛開始就把它換掉 不要把腎臟給賠掉就好了 那可能就要指妳去勸她 或是什麼的 因為我們從來不覺得說 痠痛貼布會有 貼過頭的問題 因為我自己買痠痛貼布 一次買大概100片 沒有 你買的那個可能是一般 沒有類固醇 不是 沒有高劑量的 所謂的止痛藥 然後呢 我就是習慣性 譬如說 因為踢球 跑步 小腿會痠痛 我就直接把它貼上去 藥就有持續1290 很類似 而且通常我們是 晚上洗完澡睡覺前 身體都放鬆了 才把它貼上去 那一貼 如果你又睡得比較久 賴床的話 那就超過10小時 對啊 然後呢 就我上一次就是貼布 貼上去之後呢 奇怪 就是有點不舒服 我就不以為我就把它撕掉 撕掉之後呢 一整天腿都不舒服 後來我終於有時間 我終於願意就是把頭彎下去 看我小腿後側 因為小腿後側也不是 隨便你看得到的吧 往後看我才發現 我的那個小腿部的皮膚爛掉 爛掉 爛掉 不過我好像是 除了第一個貼太久之外 我撕掉的時候呢 皮可能 太膩膩了 算者物行民衣 竟拿貼布置骨刺 他去草藥店買這個 俗稱的黑面碼 它是一個相當具有這種毒性的藥材 如果鋪久 它還會造成我的皮膚的虛爛 它就以為這個可以治療筋骨斷痛 曾經有一個患者 當時是 對 膝蓋要說要開刀 可是它是一個相當喜歡運動的人 你是整個背部 對 剛才這個皮膚爛掉 爛掉了 爛掉 因為我好像是 除了第一個貼太久之外 我撕掉的時候呢 皮可能跟著被我撕下 太黏了 中醫也有一些草藥貼布 中醫師 郭大維 今天幫各位準備的是 我們在 民間最常用的所謂的萬用貼布 盛行於各年齡層的這個患者 特別是阿光阿嬤 這什麼東西 這叫電火布 他們真的是很聰明 所以我們常說高手在民間 如果用不好 他就說這個電火布 他有些時候他就利用它防水 可是防水的結果它不透氣 有些時候會造成我們這個傷口 過度的這種悶住會潰爛 這是我最常見的 在民間使用這種萬用貼布 第二個常用的就是這個 我們在包裝的 很多阿嬤來到 總所都會用到這個 門診裡面常遇到就是 有些阿嬤她很聰明 她去草藥店買這個 俗稱的黑麵碼 黑麵碼 黑麵碼它是一種我們常用的中草藥 常用這些阿嬤 她就以為這個可以治療筋骨骨痠痛 她就直接把她家裡的3M透氣貼布 上面殘的這個藥材 直接貼在患部 譬如說它推廓性關節炎 它會推在膝蓋 腳跟痛 她就把這個藥材敷在我們腳跟 當成一個治療的效果 但是我們常常說 這個黑麵碼 它是一個相當具有這種毒性的藥材 如果敷久 它可能會造成我們 我們皮膚的潰爛 曾經有一個患者 他因為他腸骨刺 西醫跟他說要開刀 可是他是一個相當喜歡運動的人 可是是整個背部 對 他想說那我就尋求一些治療好了 他看遍了西醫 中醫接受的熱療 電療 針灸 拔罐都沒有用 所以他相信我們這種坊間的這種蜜衣 去使用這個黑麵碼 黑麵碼 剛貼的時候10分鐘 開始會覺得灼熱 可是他一想起 這個蜜衣跟他說 你打10分鐘的時候會燙燙 不用怕 對 今天繼續放著 放到20分鐘的時候 開始產生這種潰爛的作用 而且他就覺得會灼熱 那一般他想到這個蜜衣跟他說 沒關係 第20分鐘過 開始出現白白的東西 他叫骨刺我幫你拔出來 這個患者還真的相信 對 所以我們常說其實這種 比較不合乎這種常理的 或者是比較會危害我們身體健康 這樣的一個相眼的傳說 其實還是很常見 這個是一般剛發生的時候 這個不是乳溝 這是一個屁股的乳溝 它貼完之後會呈現一個 永久性的這種疤痕 很多患者來求診 只要一趴下來 我們看到這種 iPhone面積大的 我都可以跟他說 你是不是去 相信人家說會貼這個 要不會一個拔骨刺 他說對 妳哪有招工 妳已經是無數個 無數個這個案例了 拔骨刺 對 第三個再來就是這個我們 這個是 左手香 左手香其實在我們 很常生活裡面都可以看得到的 左手香 那右手呢 得太香 因為左手某人會香香的 不是 因為它本來就是左手香 真的很香 但一般我們在 平常我們可以看到 很多媽媽都會把這個東西 當你痠痛的時候 她會把它剁爛 對 把它敷在窗口上面 的確可以起到一個治療效果 甚至有一些 我聽說有一些 左手香它可以搗爛之後 炒蛋它可以製造 炒蛋 左手香它雖然看起來 沒有什麼殺傷力 但其實它有潛在所謂的 這種藥物的濫用 或者說它的有效劑量 跟中毒劑量非常的接近 所以還是會建議 觀眾朋友如果有需要用這個 還是要請問 這個專業的醫師會比較適合 味道很重 你們還要使用貼布石 出過問題了沒有 珮珮 我以前就是住在外面的時候 我那時候吃晚餐我就泡泡麵這樣 我就加了熱水 剛泡完一轉頭 就我室友就從房間沖出來 一沖出來之後一撞到我 就那整碗的那個100度C的水 那個泡麵就直接這樣 倒在我的手這邊 一整片 超痛的 我又不是那種 我又不是很愛哀叫的人 我就是客氣的人 我就說 沒事 沒事 對 我就回了我房間 但一整個晚上都隱隱作痛 好痛 他就來敲我的房間門就說 你還好嗎 我說就不知道 就一直在發燙這一塊 他就說 那沒關係 因為我爸爸有給我一些 那個涼涼的果凍 而且是有伸縮彈性的 可以貼在關節這邊 我說好 因為那一陣子很流行 那種果凍 冰冰涼涼的 對 有一種 我就這樣子貼著就 好像一開始冰冰涼涼的時候 又比較舒服一點 隔天我就想說 繼續貼著好了 結果後來到 快中午的時候我再把它撕掉 我就想說我就泡著水撕掉它 結果這時候超痛的 那時候真的是很像酷刑 因為我覺得 我整個皮塊被撕起來了 撕了快一個小時 我才把它全部撕完 因為都不敢撕 結果後來就看到 撕下來那一塊 皮都這樣皺皺了 整個變很皺 很薄 上面那一層感覺已經是浮起來 快破掉那種感覺 超可怕的 就覺得它可能燙傷了 已經就是受傷 我還給它貼住 貼很久 對 感覺一層皮都要起來了 我是貼完藥膏後 就像被燙傷一樣 我生產的時候是剖腹產 要貼有一種就是那種 恢復的那種 我知道會有貼 是醫生開的 有點彈性的 我在貼到第三天的時候我就發現 要換藥膏 還是有沒有換 我忘了 反正後來我覺得我太癢太痛 我跟醫師講我受不了了 我一撕下來 貼藥膏的那個 貼那個膠布的四個腳 全部就像被燙傷四條線 都是起 這是過敏反應對不對 我肚子已經很痛了 我有過 就是皮膚的過敏 皮膚又整個起水泡了 爛在一塊的傷口 爛在一塊 完全沒辦法 醫生說那要不然 我就是貼那種透氣膠布 沒有辦法 那個時候 不知道是產後體質更敏感了 連貼透氣膠布一樣起水泡 也過敏 所以妳的肚皮是一個 是 很可憐 貼布真的不能亂貼 陪診團也貼出了問題了 給各位聽出來 也看到 感受到了 好了 藥品不是食品 真的不能亂用亂吃 還有什麼不能夠隨便亂用的藥物 小辣 我們除了皮膚會擦藥之外 還有一個地方 我們也常常接觸到藥 就是我們的眼睛 當眼睛累的時候 我們就會點一些清涼的眼藥水 甚至有一些眼藥水 會加B2到B16 不知道到地下地幾層去了 還有一些是防藍光的眼藥水 這些眼藥水 如果你天天滴天天用的話 當心你的 你的腳頭會受傷 失明上身 我那麼誇張 他就拿一張紙 寫了一些英文說 妳去隔壁的藥局買 就看眼科的時候 醫生就跟我說 欸 為什麼妳的眼睛那麼的奇怪 只剩中間是好的 他出來說醫生嚇到 他說 這個東西 不是 裡面是有 眼藥水 雖然每天都在點 還有一些是防藍光的眼藥水 這些眼藥水 如果你天天滴天天用的話 當心你的 有那麼誇張 我覺得演藝人尤其常用 因為我們 因為鏡頭有的是特寫 眼睛是紅色的 黃色的 誰說得了 對啊 它會有什麼問題呢 來 高藥師 就是我們曾經有碰過病人 其實他們就是因為那個 睫毛倒叉 其實睫毛倒叉的時候 有時候病人自己看不出來 他有一點刮傷那個角膜 但是刮傷角膜 其實剛開始不會很痛 只是有點癢 他就當然是最喜歡去買那個 小什麼藥水 點了他就舒服 就不管他 可是到最後他就是因為 對 腳膜會脆爛 會啊 因為你的睫毛倒叉 事實上你是一直在傷害那個角膜 而且其實睫毛倒叉不太容易觀察 中醫師 郭大輝要跟我們分享 人工淚液這件事情 像我們在中南部服務 像有些是屬於養殖業的 務農的 他們其實都在這種暴露一種外界 所以常常會有遇到這種風吹差很大的時候 所以來到門診 他跟我們說什麼肝眼症 我們一看他整個眼睛其實都是泛紅 而且很多這種 這種眼睛塞個在眼睛旁邊 他們常常跟我說 醫師我可不可以去眼科 他說可以啊 那你去 我可不可以去眼科洗眼睛 原來他們所謂去眼科洗眼睛 就跑到一般房間的藥房裡面 去讓人家洗眼睛 可是他們去洗眼睛 其實都是用一般的生理食鹽水 沖一沖其實就比較舒服的 他誤以為這樣其實就在治療 他所謂眼睛的這種疾病 其實我們發現 其實我們在買眼藥水的時候 如果你一罐的跟單包裝的 還是會建議你買單包裝的 因為大部分一罐的 它大部分都會含有防腐劑 如果一罐裝的這種單支裝的 它比較沒有防腐劑的可能性 如果長時間使用這種罐裝的 它其實還是對我們身體有一種 這種防腐劑的這種殘留 人工類益有防腐劑 有 還是會有 不止眼藥水有副作用 連睫毛生長液使用錯誤 也會造成嚴重的後果 實際上的話 皮膚科問醫治 對 因為其實現在 最近開始流行一個叫睫毛生長液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 有拍過舉手 用翻了 有效的舉手 有欸 好 只有一個有效 我是覺得有問題過我的朋友 他那個時候 我覺得他睫毛變得非常長 他就介紹我 他說幫我們買很缺貨 貨還沒來 他自己先擦 下個月再看到他的時候 對 睫毛更長了 可是 我說是不是因為這個睫毛 生長液的關係 我說你要不要停一下子看看 結果他大概停了兩三個月後 才有比較好 講到這個睫毛生長液 他大家都用過對不對 可是大家知道他為什麼會出 為什麼發明這個東西嗎 為什麼 為什麼 是的 其實這個成分 他本來是用來治療 本來是要滴他眼睛的清光顏 結果滴一滴發現 為什麼這些患者的睫毛都越來越長 越來越濃 結果發現原來這個成分 他其實對睫毛生長 有一定刺激的效果 對 所以他才轉換說 他也給他治療這個睫毛 事實上那濃度的選擇上來講 他不能弄太濃 所以他使用上來講 其實是只能 我有遇到一個患者他也是這樣 因為他就覺得他想要求快 他就每天點個三次 事實上只要睡前用就可以了 而且點到睫毛的根部就好了 不需要整個睫毛都整個擦上去 所以可能因為你擦太多太濃 反而導致你皮膚都過敏 對 陪診他有滴過眼藥水 因為勿用而傷害到眼睛的經驗 以前我在那個年代 還當那個外拍模特兒 可是因為那年代沒有什麼 那麼修圖 那麼發達 所以如果我眼睛紅紅的 他們會很困擾 那照片PO出來不好看 剛好有一個人的ID 他的那個在網路上ID 就叫做眼科醫師 他的那一系還滿有名 就叫眼科醫師 因為我以前大學的時候 睡很少 我一天都做四份工作 睡超少 眼睛都好紅 他就很帥氣的說來 就馬上叫那個 那個攝影助理 他就拿一張紙 寫了一些英文說 你去隔壁的藥局買個東西 回來給它點了就好了 拿回來點完之後 馬上眼睛就好了耶 就覺得好舒服 我就這樣子覺得說 這個藥好厲害 我就一直點一點 點久了之後 我就覺得我每天一定要有這個藥 後來我有一次去量視力 去看眼科的時候 定期去檢查 醫生就跟我說 為什麼你的眼睛那麼的奇怪 他說我的眼睛周圍 開始已經要退化 只剩中間是好的 他其實有做什麼 我就跟他說 我平常都會點這個東西 他拿出來說 他說 這個東西 是嗎 他在金糖木 那麼重 醫生是很莊重的好不好 他說 你每天都用這個 我說對 而且我一天都點好幾次 因為我戴眼睛很長期 戴久會很累 他就說 這個裡面是有 有類固醇的眼藥水 他說你居然每天都在點 我說蛤 因為是眼科醫師朋友開給我的 然後藥局也可以買得到 他說開給你 你不舒服的時候可以用 但你不能天天點 賈希 高中度有嗎 我在佩佩當那個 外拍模特兒的那個年代 我是攝影師 我是攝影師 其實那個 我是那個眼科醫師 走開 那個超級冰涼的那個眼藥水 剛進入台灣 那個時候呢 我們並沒有把它當成眼藥水來看 我們把它當成一個 他們其實呢 都會在包裝上寫說 你一天只能用 兩到三次 對 但是呢 其實那個好像會讓你上癮 就是那個你會點了 還想再點 點了還想再點 後來我才發現 你沒事也會想再點的原因 是因為那個時候 我的眼睛已經受傷了 好像有 所以你就是 等於說是一個惡性循環 得一直去點 後來花了好長一段時間 還有很大的毅力 我才把它戒掉 好啦 很多人呢 必須要靠眼藥水過日子 我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我現在非常希望藥技師 可以給我們一個明燈 眼藥水應該怎麼點 怎麼買 怎麼選 來 第一個就是說 我不希望大家自己去 知道你要買什麼 就是你要找一家 比較能夠信任的藥局 把你的需求跟他討論 第二個就是說 你在買眼藥水是要注意 眼藥水上面的保存期限是指 金牌情報在秋冬感冒多 小心避發肝癇 秋冬氣溫變化大 大家要好好保護身體 避免著涼得到小感冒 尤其是有一些過敏體質 還有肝癇體質的一個患者 因為如果不小心感冒 可能會得到 肺炎鏈球菌 或者是鏈球菌 而讓你原來的肝癇症狀 甚至有一些原來 輕微的肝癇 變成嚴重的肝癇 而導致治療上的一個困難 另外也要小心 家中如果有 小朋友也要特別留意 千萬不要輕忽 才叫大家必須要靠眼藥水過日子 我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我現在非常希望藥劑 是可以給我們一個明燈 眼藥水應該怎麼點 怎麼買 怎麼選 來 第一個就是說 我不希望大家自己去 知道你要買什麼 就是你要找一家 比較能夠信任的藥局 把你的需求跟它討論 第二個就是說 你在買眼藥水的時候要注意 眼藥水上面的保存期限是指 所以你一旦打開有沒有看 有效期限沒有到 你繼續點 雖然我們建議是說打開以後 一瓶妝的都是一個月以內這樣子 現在針對最後這個部分 酸弄貼布 藥膏 眼藥水這個部分 家醫科給一點最中肯的建議好不好 家醫科 來 西邊姐 其實這些東西它雖然是 萬用型的 但是我還是建議大家 如果你用的時候出現一些症狀 你不要急著說 這瓶是不好的藥膏就丟掉 你要先去看成分 不懂就去問醫生 因為可能你就對裡頭的某一個成分 你就是過敏 所以你下次只要再用到類似的東西 其實你這些症狀全部都會再來 有些時候它是皮膚過敏 如果這樣子的成分 吃進去了 可能是全身性的反應 所以如果你有類似的狀況 比如說以藥膏 或者是以這個X的來講 最簡單的鑑別方式就是 它的位子 這個時候你就可能 對這一種的藥性過敏 這個是非常大的情緒 一定要把它記錄起來 不只丟掉 要記錄起來 其實這是很重要的 選擇藥物的時候 最好還是請教你的嘉儀 你的醫生 不要相信有神奇療效的藥 而且一藥擦透透 從頭擦到腳 基本上 也不要隨便吃別人潰症的藥 好東西 請吃 好的藥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長命百歲 不要因為隨便用藥 OK 全點今天收看 別忘了每個禮拜二 禮拜五的晚上九點到十點 中間綜合台 全收看我們的金牌大間諜 祝各位健康 晚安 拜拜 謝謝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